基本上呢 假如说今天是一个年纪稍微比较大一些些 眼皮下垂非常严重的患者的话 半歌半缝也许就不是那么的适合 那我们常会看到年纪大的患者呢 有一个倒三角的眼皮掉下来之后 那我们假如只用半歌半缝的方式 没有去除掉这个很厚重的眼皮的话 后面的整个双眼皮的形状 就不会显现出来自然的情形 另外假如是说眼瞼下垂非常严重 像是像加菲猫 中度到重度眼瞼下垂的患者的话 单纯用半歌半缝的双眼皮 并没有办法达到眼神明亮 眼瞼改善的情形 这次开始就不要ăng亮 请不吝点赞 蜜蜜蜜蜜 早晨 本期的时间 我们先走